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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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5年最早第一次来的时候 其实是没什么年轻人 然后老人多 整个村庄就比较原生态一点 没有什么商业的气息 村里面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大概5年的时间 那村庄的发展其实一直从来没有停歇过 从一开始的一家民宿到十家三十家到现在一百家民宿 那时候决定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我们在来平潭的时候 发现平潭是一个很美的海岛 那其实你也看到了 其实在北港村有非常大一片的石头厕 单纯觉得说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小渔村 说哇 这个地方如果那么美 能够让更多的游客知道 也觉得说如果乡村发展 其实做民宿是一件很容易 能够让外来的客人认识村庄的一种方式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 那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来做民宿看看 所以那时候很简单 其实跟村里面成租了三四栋房子 那就先开始慢慢做 你看这个就是老奶奶啊 这个他们住在这里啊 不然原本这是他们家啊 那我们就留一半给他 那这里的人其实慢慢的 过去外面打工的啊 过去外面做工程的 其实现在都慢慢回来 自己不管第一排是做早餐也好 做餐饮也好 甚至是开民宿 其实他们都会找到各自的定位 然后去做自己生活的业态这样子 这一片就是原本我们说的 就是村里面最老的房子 就是都这一片 都在这一片 后来租下来之后重新 秀玉姐他们就重新改造 一利用这样子 有啊这是秀玉姐 秀玉姐 嗨你好 我的大姐 最照顾我的 没有啊 最照顾我 他是花莲的 花莲的少数民族 然后在这里也已经五年的时间了 他们这里比我们更 更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 有香港有澳门 然后有武汉 然后像秀玉姐是来自台湾花莲 然后他们也是在这里 真的是一起生活一起工作这样 对啊 然后所以他们也有很多可爱的小朋友 他们小朋友就是秀玉姐就会带他们 画画画啦 盖盖房子啊 种种菜啊 他们自己吃的菜 都是秀玉姐带着小朋友自己种的 花贝心在这里面 对不起 对不起 里面先走 还是 那北港村其实蛮特别的是 在地人现在保持的人数 还是比外来的团队多 有很多在地人 其实来这里北港住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在地人啊 还是会出海捕鱼啦 还是会种种田啊 种种花生 种种地瓜 其实这些在地人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感 其实你在住在北港的时候 是看得到的 喂,在哪里啊 喂,你在哪里啊 蛤 你那个日期 今天再跟书记确认一下喔 去南径啊 去南径啊 对啦 14号去南径 你问一下书记 他应该接待完了 那对村之书其实他 他蛮有远见的 而且他蛮开放 蛮务实的 知道说 村落的发展的过程 需要怎样的元素 村落的发展的过程 需要怎样的动力跟活力 相见相创 这个事情 这个概念我知道 最急的 其实你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了好不好 你也不用 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相见相创的事情 对啊 然后这个 这家公司起来之后 其实比如说像玉尼啊 我们可以多做一点什么 比如说 居民可以 居民什么 居民他做卖房间 可是体验啊 赶海啦 你应该想要赶海啊 出海啊 我觉得这样 这个循序渐进 我觉得这一两年内 我们可以试试看说这样的做法 乡村振兴回归到初中 也是希望说乡村有钱 有人进得来 钱也进得来嘛 那我觉得 这样的方式 其实对于北港村的发展 也是好的 因为在地村民的积极参与 在地人的多方面的融入 其实才能够促使说这个地方有生气 然后有烟火气 这个地方虽然乡下 可是它还是有它的人情味 那 我觉得至少我们在这里 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家人 然后也自己认同自己是新北港人 然后也积极的参与整个村落的发展 然后积极的参与村落 侵略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所以 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蛮深入在地的 也是希望说这样子能够获得他们的认同 拆过去要两个半小时啊 一个半 一个半 一个两点半 从上到下 其实从村梁委也好 或者基层的干部群众 然后包括外来的团队 包括我们海峡对岸过来的台湾年轻人 其实这四方都有功不可没的原因 然后我们也觉得说 在这里有很好的政策的扶持 然后也很好的旅游环境资源 这些其实都是得天独厚的 那也因此让我们在这里 其实每一年每一年都看得到成长 以为内容的感觉 但是我们也寻找到了 我可以在这里 我们的感觉 也不觉知一会 在这边 您家 Critique